打开情感是福 就比如大家都知道 有规律的进行夫妻生活 是有许多好处的 但大家都不知道 若是男人太久的不过夫妻生活 身体就会产生什么变化 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 文哲就要与大家普及一下 这个小知识 让大家都知道 男人太久不过夫妻生活 身体会产生的三种变化 第一男人会提前进入更年期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 男人不如更年期的时间 是比女人要晚的 但若是男人长期不过夫妻生活的话 男人就会提前进入更年期 这是因为男人若是 长期不过夫妻生活的话 其自身的雄性激素的分泌 就会进入一个相对缓慢 或者是停滞的状态 雄性激素对一个男人来说 是极为重要的 一个男人若是长期缺乏 雄性激素的分泌 那么男人就会很容易 提前进入更年期 所以长期没有夫妻生活的男人 很容易变得郁郁寡欢 闷闷不乐 这都与男人体内缺乏雄性激素有关系 第二男人的反应能力会有所降低 其实和谐并且有规律的夫妻生活 不仅可以满足男人的生理欲望 更会刺激男人的反应能力 根据科学研究表明 夫妻生活就是一个很好的 刺激男人的方式 所以男人若是长时间没有夫妻生活 身体反应能力就会下降 身体也会变得比较迟钝 因此男人应该适当的进行夫妻生活 避免身体过早的进入迟钝的状态 第三男人的脾气会变得暴躁 纵所周知 有规律的夫妻生活可以调节人的情绪 倘若女人总是拒绝与男人过夫妻生活 那么男人的欲望就会得到压制 时间长了 男人的坏情绪就无法得到节制 这样的男人就会变得非常的暴躁 易怒 而男人若是在夫妻生活当中得到满足的话 男人的心情自然就会变好 脾气也就不再那么暴躁了 总之男人太久不过夫妻生活 对身体而言是有莫大的伤害的 这一点男人千万要注意 好了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若是你在情感方面有什么困惑 可以给我发私信